大家有听说过一个下注的策略 叫做亏损加仓吗 简单说如果你第一把压100没压中 第二把你就继续压 而且要压200 如果这一把你赢了 就能连本带力把第一把输的钱赢回来 如果第二把你有输了呢 那你就再加码压400 总之这个策略的原理是 赌博东马有输有赢 你总不可能一路输到底 前面输没关系 只要后面你赢了一把 就能通通赢回来 然后见好就收 这个策略听起来很合理 输赢的机会都差不多 而如果我已经连输很多盘了 照理来说下一把赢的机会 应该会多一些才是 当然以机率来说这并不正确 但我们很容易陷入这样的陷阱 上一期讲过 人天生有一种趋向正负灵的心态 如果一上来你就赢了一把 大部分的人都会继续试试手气 不管输赢 底线最多就是玩到 不赚不赔正负灵的时候收手 就算没赚到钱 你也可以把这些输回去的钱 当做是娱乐费 反正我会等于没有花钱就玩到了 但最危险的情况是 如果你一上来就输了一把 赢了一点钱 一样 我们就会想要把它搬回来 至少凹回正负灵 第二把再输 后面又输 这时候赌徒灭误的想法 就会开始发作 我们不但不会觉得 自己已经输得很惨了 反而会觉得就快轮到我赢了 反而压更多赌更大 想一次捞回来 这种正负灵想翻盘的心态 让每一个人都有潜在的可能 变成倾家荡产的赌徒 这种心理充分反映了 我们前面提过的 人们主观上对于风险 几率期望值的评估 跟事实常常有很大的落差 回到上一期沃特斯基 AB两个方案的实验里 A方案有33%可以多拿2万 但有1%的机会会爆大 一毛都拿不到 虽然说整体期望值 比B方案整整多了5600 但大部分人还是不会愿意冒这1%的风险 1%的机率拿0元 期望值说起来是0 但对我们来说 因为B选项是必拿10万的 所以中千王没拉到钱的话 心理的期望值应该会是-10万才对 好就算让你拿-10万去算 A方案还是比B方案高4600哦 这说明了一件事 因为人太过害怕会踩到那1%没有中价 所以会把它膨胀放大 虽然亏的是10万 但我们会觉得自己怎么用白痴 当初不乖乖选B拿10万就好 感觉会像亏了100万一样 如果我们因为害怕 自己心里把没有中价的机率放大10倍 从1%变10% 那期望值就扣成-4400了 这就能理解为什么大多数的人 最后还是选择没有风险的B方案 当然期望值不应该这么算 但没办法 这是人心里主观的期望值 托沃斯基当年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研究 我们可以试着体验一下 请问你觉得你自己可能死亡的原因是什么 稍微想一下 好公布答案 调查的结果比较高的几项 有心血管疾病22% 癌症18% 意外32% 他杀10% 这些是人们自己心里预期的几率 那么实际上那一年统计的死因比例是多少呢 死于心血管疾病的实际上是34% 远高于大家所认为的22% 癌症则是23%比认知的稍微要高一点 有趣的是 一般人认为死于意外的比例是32% 但实际上只有5% 而他杀人们认为是10% 其实只有1% 我们可以发现 大家因为很害怕会发生意外或他杀 这类非自然引发的死亡 所以把这些情况发生的几率都高估许多 但现在被高估的项目可能变成是癌症了 因为大家开始更害怕得癌症这件事 怎么办 买保险 但买保险也离不开主观风险与实际风险之间的评估落差 人之所以会去买保险 买的多半不是他的保障 而是买保险之后所带来的安心感 如果有一个人很害怕搭飞机会发生空难 那他就会去买个旅游险或飞行险 然后就安心的去搭飞机了 但仔细想一下就会发现这其实不太合理 他害怕的风险是飞机失事 所以应该要做的是去降低失事的几率 好 达到让他能够安心的程度 但是买保险这件事情本身 根本完全没有降低飞机失事的几率 可是他却能够因此跨过那个门槛 就放心的去搭飞机了 如果你问他飞机摔下来 你挂掉的话 你家人能领多少 他多半也没什么概念 所以说买保险这件事 本质上更像是球星安 五波五波比 有点像是在哄我们自己 与其说是处理风险 不如说是在处理我们心里的害怕 总之如果存在一个风险 但我们不知道或者并不在意 那么就算他风险再高 我们也不觉得那有什么危险 反过来 如果我们觉得某件事很危险很可怕 就算他的风险再低 我们也会因此不敢前进 在路上开车发生事故的几率 要比搭飞机高得多了 但没有多少人会因此害怕坐车 或许你会说 因为车祸事故不一定会死 但飞机一摔你就死定了 其实就算把范围限缩到事故死亡 搭飞机也没那么恐怖 但我们就是会因为害怕 而把他出事的几率响得很高 但如果今天是买彩券 能有反过来咯 我们都知道重头彩的几率 比贝雷打到还要低 道理说花了50块 你买到的期望值可能只有一半 也就是你买一张就现亏20多块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买彩券人会这样想 他们只会说 投奖上看两亿 花50块读两亿太划算了 其实大家买的不是那个期望值 而是期待中奖的那个感觉 那种乐趣 整理一下 关于风险 人会有去上正负零的心态 会把害怕的事想得更容易发生 也会反过来把很想发生的事情几率高估 在设计游戏的时候要特别考量到这些 以免你所设定的各项几率 跟玩家所预期所感受到的几率落差太大 下一期我们会开始谈游戏机制很重要的一点 平衡性 敬请期待 我是鱼子江 咱们下期再会